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宣布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之後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也發表了一篇聲明 在聲明當中他批評特朗普 說他的對話措施相當模糊 並且要求加勒 到底他是怎麼說的呢? 聲明當中他首先批評 說特朗普總統提出的模糊措施 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而且也沒有很清楚地說明 究竟有什麼具體的對話行動 或者嚴肅的戰略 當然佩洛西這個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 事實上 特朗普在記者會當中 的確他沒有提出一些非常具體的措施 不過 在當時他已經定下了基調 就是要調整對話策略 他已經把整個大綱列出來 而且從他的態度和措辭 可以反映得出 今次一定是禮真的 甚至乎有機會標誌著中美新冷戰的揭幕 根據香港眾志羅冠聰所說 他就說 相信特朗普口中所指的制裁行動 將會透過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逐步實現 其他各國的制裁 亦即將分階段發生 他說 對中國和香港的高官制裁一定會相應推出 凡是侵犯人權的香港高官都一定會榜上有名 其實我也相信 如果特朗普要出招的話 他就沒有理由在一個記者會之上 連那些具體措施都由他本人親自公布 接下來兩個星期 可能會交由 國務卿蓬佩奧公布也不奇怪 故此 佩洛西在特朗普剛好宣布大綱無奈 作出這個批評 顯得有些過份憂慮 另外他指責特朗普 說在過去的三年以來 危險地鼓舞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使他加速針對香港人民的人權進行鎮壓 其實他正在披擊 特朗普是與虎矛皮 但是特朗普為何要搞中美貿易戰 其實他的原意就是要縮減貿易逆差 到底這個貿易逆差是何時開始的呢 自從一九八幾年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每年貿易赤字不斷擴大 從何時開始擴大 就是奧巴馬主政的八年了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前朝遺留下來的 只不過特朗普就有這個魄力 就想縮減貿易赤字 所以他才去搞貿易戰 就跟中國初商搞中美貿易協定出來 就叫中國買二千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實際兩千億美元都未能夠掩蓋這個貿易赤字 只不過有就比沒有好 雖然特朗普本人以及白宮貿易顧問 都非常重視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的執行進度去到哪裡 但是來到關鍵時刻 在貿易利益和普世價值中間 特朗普明顯是選擇後者 而且他這個動作就是要彌補前朝的失誤 故此佩洛西作出這個批評 我就覺得不太公道 但是他後來講的說話都頗靜怒 他就說 兩黨代表大會在幾十年以來 一直都很自豪地站在香港人民 以及所有遭受北京壓迫的人民立場上 去年秋天 眾議院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重新美國對香港人權以及法治的承諾 今年的冬天 眾議院通過了《西藏政策與支持法》 上星期又通過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 以促進中國人權 佩洛西就說 如果特朗普認真對待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他是必須要與國會合作制定有效和強而有力的戰略 自從天安門廣場慘案發生以來 世界已經不幸地迎來了31年 美國大聲疾呼反對北京的加速隔壁 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加重要 如果美國出於商業利益 而不在中國人權方面發聲的話 美國將會失去在其他地方辯護的道德權威 其實他都說得非常清楚 亦表達出對華的強硬態度 其實在過去30多年佩洛西從政的日子 他一直以來都是對華的強硬派 只不過走去做總統那一班 一直都是對華軟弱 接下來我們看看 到底香港的建制派成員 怎麼看特朗普今早在白宮記者會上的說法 首先講一下自由黨黨魁鍾國斌 我覺得他在建制派當中 就是屬於一個相對理性和清晰的人 可能其他人都是頭腦清晰的 只不過出來的時候 要被迫被迫著 要搖旗立喊 要保駕護航 很可能因為鍾國斌 就是屬於田兆的嫡系人馬 他代表仿織及債衣介進新立法會 是田兆捧他上位的 故此他就是敢於就著現行的警方 將來可能面對什麼困境 他作出一些提示 到底他是怎麼說 他就說擔心如果美方下一步 就著這個金融市場著手的話 例如不斷去影響兩地的聯繫匯率 到時的殺傷力將會更加之大 如果美元結算不肯跟你去清的話 香港就可以倒黨 但是特朗普會不會去到這麼極端呢? 起碼他就提出了一個假想出來 究竟這個假想會不會成真 暫時未知 但是這個可能性也不小 魚懷松也作出了類似的推敲 起碼他這樣說 就不像其他那班人 比如說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門 竟然間建議特區政府 可以對於美國進口貨品加徵關稅 這些完全就是烏裡單刀不知所謂的建議 起碼鍾國斌他還敢說一些他相信的事 至於另一個人 我覺得相當有趣 這位就是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他們今天開了一個記者會 主題就是堅決支持定立香港國安法 到底在記者會裡頭說什麼呢? 第一點 他就說不擔心受到制裁 因為自己甚少去美國 實情這個說法 葉劉也是這樣說的 似乎在建制派成員當中 就是廣泛地離慢著這種思維 即是說只要你不是去美國 或者你沒有資產在美國的話 無論美國說要點制裁也好 似乎都動不了他們一條漢毛 到底這個說法是否真確呢? 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只是簽署一些行政命令 只是針對某些人士 不准他進入美國境內 或者要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這個說法是成立的 只不過如果他們要更進一步 在這個金融機構方面著手的話 那就不同說法了 分分鐘這一班的建制派成員 就會被大部分的銀行或金融機構 拒諸門外 因為如果這些銀行或金融機構 他要繼續跟美國做生意的話 就不能夠跟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是有業務往來的 如果跟你去做生意的話 就會得失美國 分分鐘連那家銀行都會被制裁 所以他們就不得不提防這件事 不要大安止意地覺得 沒問題的 預先處理在美國的資產就可以了 這種想法就不太準確了 至於第二點 劉業強主席怎麼說呢? 他就說 現時外國有不少人都是反華的 他就呼籲外地的留學生 遇到這些排華勢力的話 是可以考慮回留的 哈哈哈哈 豈不是浪費錢? 這麼辛苦才去外國讀書 你叫那些留學生回留 他就理你了 實行 就是不喜歡香港的教育制度 就是看不起香港的大專院校 這些人才會被他們的父母安排去外國就讀 你叫這些人回留 豈不是寫本續末 第三點 他就說 留意到不少海外上市公司計劃回港上市 對於香港的金融市場而言是喜訊 什麼喜訊還是什麼都未曾知道 隨時變成糖水滾糖魚 到時又要滾搞國家隊 要走來救市就不好了 第四點就是什麼 他就說 美方表示或者會限制中資公司不能用美元結算 這樣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 對美方是沒有好處的 實行 主席 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在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人民幣它本身又不是自由兌換 大陸又有這個外匯限制 它怎樣做到人民幣國際化呢 我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他這番說法很有趣 實情 即是新界人現在這樣出來 圍著港版國安法去搖旗立陷 去補教護航 非常之賣力 是否這樣就能夠確保得到 丁權是可以千秋萬世 其實基本法第四十條是寫得很籠統 就說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是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到底何謂這個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呢 為什麼他在這個基本法當中 不寫明是丁權下去呢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他就是可以有機會讓他走位 就是有機會讓他反口 如果寫明丁權的話 就一定要受到保護了 如果不寫明是丁權的話 就任他演繹到底何謂合法傳統權益 合法傳統權益包括什麼 吃盆菜 包括有這個祠堂 包括你生兒子的時候 可以在祠堂點燈 諸如此類 這些都可以是合法傳統權益 甚至乎過年可以武龍武師 這些都是合法傳統權益 偏偏到其時反口說沒有丁權都可以 所以這班鄉紳 真的不要大安旨意 不要以為這樣這麼賣力去外國 就可以將這個丁權延續到2047等等 這些真的沒有保證 還有一般來說 大陸對於地主都不太有好感 大家可以看看49年之後的軌跡就知道了 現在已經容忍了你們23年 到底大陸會容忍到什麼時候呢 這樣就不清楚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